鄉親人就在營晚 武漢回台灣的瑞寶基 就要去上海去北 今天明天在兩天的晚上 郭友一般會回到台灣 二家可以回到四百六十的人 到達武漢的民眾 透過亞平表示感謝 有人是說到腦袋的滴滴滴 說總算可以回台灣囉 在武漢的台灣人 協定要去上海這段路上 有民眾坐高鐵準備 要去上海進程錄亞平 欧伯跟上海路上十分以外 也就要先拿到健康感染症明 趕緊十四天來體溫正常 這趟新清離開欧伯 有人五大人秀 這位保車離開 也有人選擇坐飛機 這次航空公司 起床的時間變動 要去上海這段路上不簡單 也有人擔心 會帶旅報機出問題 準備其他的彼案 我就買了火車票和機票 萬一飛機取消 我們可以坐火車走 謝謝 我們終於可以回家了 謝謝 千千的表達感謝 因為就要回家了 四月二十到四月二十 有限在晚上七點五十分 對上海普通機場起飛 晚上九點五十分到頭的機場 兩班韓班生客 無數台幼市二百三十人 總共台幼市四百六十人 會在起飛進場 確定實際人數